同学们好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课 是信息安全的第三章 反手与攻击 我们再看看自换加密 一个有限结合上的意义变换 成为自换 例如考虑字母结合P 等于26字母 假定符号F表示 这个结合上的自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加密运算 X变成EFX 也就是FX 那么这个FX 即为Y 注意这个F 就是结合上的一个自换 也就是从ABCDE到XYZ 到自身上的一个 一一变换 那么它的解密运算 什么呢 它的解密运算 也是一个自换 这个自换呢 就是F的利 大家注意啊 因为这个自换 它是一一变换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利运式 这个利运式 我们就记为F的负一 同学们 请注意啊 一位就是一种自换 它是一种有规律的自换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字母的位置决定之后 其他字母的位置也就决定了 一般的自换 是没有这么好的规律 例如 假设F呢 是这样一个 自换 上面第一排 ABC 是原来26个字母 第二排呢 就是相应的这个F呢 把A变到Z 把B变到Y C变到X 好 这个呢 我们有一种更简单的表达方式 A变到Z B变到Y 你也可以理解为 A和Z互相变 B和Y互相变 大家看一看 还是前面的那句 迷文 We will meet 加密以后 看得到什么密文 假如密文V DVD ROON VVG 如何解密 也就是说 这个F的负义 是个什么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再看 反射加密 反射加密呢 它的明文和密文字母呢 都是26个字母 我们可以用0 1 25 来代表 再看一看 它的密钥 密钥空间 有什么组成 它的密钥空间呢 有两个数字的代表 第一个数字A 第二个数字B 都来自于这26个数字 0到25 那么 对第一个字母A呢 第一个数字A 我们有要求 它跟26呢 是互数的 我们用A26等于1来表示 什么叫互数 这个概念呢 就是说 A和26呢 它们的公共因子呢 只有1 除此以外 没有别的了 好 对K等于AB XY 属于Z26 加密 是怎么加密的呢 加密 EKX 就等于AX 加B 再磨掉 26 那怎么解密呢 解密就 DKY等于A 负1 乘上Y 减密 模26 那这个A 负1 什么意思 待会我们再来解释 我们用这样一个定理 3.1 解释 加密和解密一项 是怎么回事 这个定理3.1 告诉我们 对正整数M 和整数AB 同意是AX 等于B 模M呢 U解和唯一解X 当且仅当A和M 互数 也就是说 A和M的最大公因子呢 只能等于E 特别 当B等于E时 这个解我们就计为 A的负1 比如说 我们取K A等于7 3 注意啊 这个7呢 和26 它们之间 最大公因子 就等于E 也就是只有E 才能够同时 整出7和26 那么这个加密印算 E可以X呢 等于7X 加3 解密印算呢 等于15Y减3 请大家注意啊 右边这个算法 还要磨掉26 我们来看看 这个15是怎么来的 这个15呢 它就买到这个条件 大家看看 15乘7 磨1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个26呢 它是整除 15 乘7 再减7 这个1 或者你理解为 15乘7呢 被26除呢 它的移数是1 那么这个15 就继承 15呢 就是等于 7的 负1 磨掉这个 磨 26 这么来的 这节课 我们就算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